你 王熙把我告了 这个王熙 就算是我的赞助犯 也不能这么欺负你吧 别怕 有我呢 请坐 今天要求双方当事人见面 希望双方当事人坐下来之后 好好沟通 大事化小 相事化量 当然 沈律师 我方当事在三年前 已经签署离婚协议 事后易总告诉林希施女士 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双方都是自愿离婚的 对吧 易总 那既然已经离婚了 还打什么离婚官司呢 思琪 你是第一天上班吗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任何事情要讲究物证 你告诉我 他们双方的离婚证呢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证拿出来 我去匈牙利了 当时就没领程 按照婚姻法规定 协议离婚属于双方当事人的合议 而解除的离婚方式 既然双方达成共识 签署离婚协议 那么现在该做的是完成离婚手续 再说了 双方当事人分居已经超过两年 就算打官司 结果还是一样的 就是啊 现在在追究三年前的事 没有任何意义 趁大家有时间 我看不如去民众局 把这场民村失望的婚姻结束了 我不同意 从我进王家的第一个晚上开始 你就让我签了离婚协议 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意了 你我都很清楚咱们结婚的原因跟目的 我的未来世界中没有你 这句话虽然很难听 但是都是将来咱们要面对的 再说 我们是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下结的婚 去民政局领证 也是为了给小西米上户口 自从小西米没了 我们分居也已经超过两年 你凭什么不同意 我方当事人有物证可以证明 你方当事人对我方当事人是有感情的 你看 这个许愿牌上显示出 你方当事人想与我方当事人共组家庭的决心 这个许愿牌里的字条显示出 你方当事人对我方当事人关心和在意 至于这个娃娃 还睡在我旁边的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好幸福 根据婚姻法 离婚的根据 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以上证据可以证明 他们的感情根本就没有破裂 沈律师您不要忘了 以上所有证据都是三年前的事 后来我方当时还不是留下了 离婚协议书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 夫妻双方的感情破裂 必须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 既然没有这个手续 那么 这个离婚协议书就没有办法生效 既然我方当事人 不认可这份离婚协议书 就得重启协商 气死我了 这些人一看就是早有装备 居然把那些东西拿来做物账 你等我晚上想一想 再咱们拼一拼 我先上个厕所 你等我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过去的事就不贴了 下午碰个面吧 好 时间地点你发给我 好啊 我看你现在的状态 完全不像热恋中的状态 关你什么事啊 这几天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已经动靠了 说吧 为什么躲着我 谁躲着你啊 在匈牙利朝夕相处三年 你都没有爱上迪伦 回来这几天 跟他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分开三年了 你也签了字了 为什么突然不同意离婚 因为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跟你离婚 那为什么要签字呢 因为我觉得 我见不到你了 也没办法当面给你解释 签字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那为什么又和安娜在一起 我纠正一下 我们俩没有在一起 什么事情没有发生 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你什么都是对的 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会反省自己 我告诉你 这个混我离定了 怎么了 嘉欣 没事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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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